离她最近的一个确诊病例的家庭只有63米 她就直接拿着包包把我推到一边 好不容易坚持到这个时候会不会就功亏一篑了 我是马来西亚的中国留学生活来自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一开始以为只是好像是流感高发 可是后来慢慢才意识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到后来政府对武汉进行了封城 这样以后我才开始和家人有一种紧张和一种恐惧感 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不仅仅是感冒发烧那么简单 这个是会带来死亡的 就是会传染人传人的 最大的就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和我家人一样 都是我还能不能继续出来读书 然后就是因为已经出来一两年了嘛 会不会担心自己好不容易坚持到这个时候 会不会就功亏一篑了 然后后面接到通知就是说不用太担心 因为只要不是种在去的地方把隔离做好 来这边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念书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周围的一个周围人的一个语言暴力的对我对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吧 我父母也是很担心这一点 因为他们每天都有看新闻包括意大利 甚至说很多国家会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整个群体其中的某一位进行人身攻击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那天我在超市也遇到了一个就是一位妇女 我戴着口罩和我朋友在买菜 她走过来其实那个过道挺宽的 她也完全可以就是自由自行通过 她就直接拿着包包把我推到一边 然后我当时也来不及做什么反应 根本就不知道她是在干什么 就是我已经被推开 她也已经走远了 还有一个就是言语暴力吧 我的同班同学甚至公开发表 对我们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个侮辱和语言暴力的这样一个行径 所以就感觉也挺难受的吧 就担心除了担心自己要被病毒传染 还要担心周围会不会对我有什么难听的声音 和甚至说是行为上的暴力吧 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把疫情作为一个借口 来作为他们种族歧视的一个理由吧 在这样一切都还没有禁数的情况下 就可以公开对我们进行言语暴力 甚至是人身攻击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公平 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小女孩跟我可能差不多大吧 二十多岁 然后她的妈妈因为病毒去世了 是很不幸的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痛 她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妈妈就是告别 然后就追着那个殡仪馆的车 一直跑一直跑 但凡是有最后一丝底线的人 听到了那些一声声的呐喊以后 我觉得都不应该对我们做出一些攻击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没有人希望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朋友感染到这样一个病毒 也更不会说我们是我们中国人就等于病毒 我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比我小几岁百一个小妹妹 她家就正好在武汉 然后那天我问她你已经多久没有出门了 她说已经快要两个月了 就是没办法一家人就在一个小天地里 在他们的家里面不出门 我心就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离她最近的一个确诊病例的家庭只有63米 我其实也挺胆小的 我不敢相信如果是我的邻居 在距离我那么近不到百米的距离确诊了 我会不会每天就是恐惧到什么样子 但是她依然是很坚强 而且像她这样坚强的人不是一位两位 希望世界人民在对我们做出歧视之前 也站在我们的角度为我们考虑一下 中国人不等于病毒 中国也不等于你可以随心所欲歧视的目标 但是也希望现在国际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大家都能够做好防护 哪怕是那些歧视过我们的人 以及我提到的那个同班同学也好 就是超市偶遇的那个大姐也好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不要这个疫情尽快控制下来 我们出去也不用再戴着口罩了 我们都能亲近彼此